好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牆壁的部分補起來 因為剛剛這樣的話 東西會跑進來 那麼牆壁 平常我們建的牆壁是四次方方的 頂多有一個圓骨 可是呢 其實它是可以做梯形牆 它是可以做梯形牆 那現在因為我們有屋頂的話 是會擋住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屋頂的可見先把它關掉 關掉 關掉 好 這樣我會比較清楚 那我們剛剛呢 你可以看一個 那就知道說它大概的 我們現在用的是在另外一邊的 也就是在哪一面 是在這一面跟這一面的 對不對 那我先從後面這邊來 因為這邊比較好做 所以我先把這個位關掉 好 這一個 這面牆 我們現在這個是一面牆 拿過來應該是這 現在就是面對我的這一面 好 這面 那我要讓它變成什麼 現在是四四方方 我現在讓這個牆壁變成這樣 請問這樣有沒有變梯形 有 所以用兩個梯形 可不可以組合成這樣子 可以齁 所以記得我們牆壁可不可以分割 按右鍵 是不是有一個叫分割牆壁 好 切開了 那麼我針對上面這個 多多兩下 來 你看到 平常我們都是用所謂的矯形場景 但是這次不一樣 要變成梯形的 梯形就有所謂的起點跟什麼 中點的高度 也就是下面大家都一樣高 好 但是呢 你的高度的部分 我現在是這兩點 A點跟B點 高度不一樣 這就變梯形了 就是這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先確認一下起點 那我怎麼知道起點是哪裡 還記得我們怎麼看牆壁呢 對不對 你怎麼看牆壁 原則上箭頭的這一 就是那個 這一邊的 這個就是起點 那我們的呢 在這邊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 你可以這樣先來這裡偷看一下 所以你覺得我的起點在哪裡 我的是這樣 所以起點是在這裡 當然那個牆壁也可以換方向 只是說如果你先分辨好 如果都不知道 反正射錯你會掉回來就好了 OK 這個命中率很高 不是打吧 旁邊這個 好 點兩下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T型 起點要高一點 那我怎麼知道多高 其實我們屋頂本身是有一個高度的 屋頂本身有高度 我現在是用比較標準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打開來看 也不用打開了 在這裡有 你看我從這個屋頂 有沒有看到它的高度是多少 有對不對 153 所以2005 就把153把它加上去就好啦 153加153是多少 是不是403 好 那其實它有一個厚度 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試看看 好 打勾 來偷看一下 喔 好像高了一點點有沒有 似乎可以再放低一點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試的那個 就是次數就不會那麼多 因為那個斜度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屋頂有突到外面去 所以會差一些 390 好 低一點點的 喔 還差一點點 這樣會不會 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你可以很快的 就把那一邊就做好了 380 好 恭喜你你們家屋頂封好了 對不對 這裡好了 那其實上面這裡還有 這邊還有 所以我們就把另外一個 打開 這邊關起來 那另外一個就做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的 這裡 兜兜兩下 不過我的那個屋頂 那個好像沒有剛剛好 沒有在正中間 所以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這個點可以動 有沒有這樣都拉過來的 對不對 拉過來 不過這高度這樣會變不 不大夠 這裡的高度 390 好上去一點 那另外一邊就是 動動 一樣在這裡 那它的起點 注意一下喔 這裡的 箭頭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裡是 終點還是起點 下午時間考這個 我知道大家比較難 對吧 反正也搞不清楚嘛 哈哈哈哈 這個比買樂透還容易中 所以反正錯了 就給它 這裡 390 好 確定 這樣會了 那 這個不夠高 你可以再調一下 原則上 像這樣子 因為我這個沒有弄得很好 兩邊沒有剛剛好 這樣有大概了解了吧 另外一邊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的方式 可是另外一邊比較難 是因為怎麼樣 我們這裡 有沒有這樣凸出來 有沒有這樣凸出來 所以這個凸出來這一點 因為這裡都是獨立的牆壁 所以就每一個你要自己要調一下 所以這個有一點點挑戰喔 這樣會了齁 給各位試看看 所以踢行腳是這樣用的 來 還給你囉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有時會更難看到 更難頭 有時會進來 走